首先要提醒一下 今天的视频无论成功与否 请勿模仿 网传将葡萄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 会爆炸 这个现象听起来好难以置信 那我们今天就不废话 直接开始验证 超市买回来的葡萄 今天的视频成本是26块7毛3 但是如果等一下真的爆炸了 那我这一期视频的成本可就是未知数了 所以我要再强调一遍 请勿模仿 一定要答应我 我们现在直接放一串葡萄进去 关上 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准备任何防护措施 万一它真的爆炸了呢 其实呢我是准备直接溜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哇好诡异啊 刚刚竟然断电了 不过我刚检查一下 基本排除了这个微波炉或者葡萄的可能性 因为底下那个插座 它比较松动 那就完全是个巧合 现在我们看看里面的葡萄变成什么样了 这帽子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除了它变得热了一点 甚至连这个硬度都没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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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了 不是 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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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差不多了 反正到目前为止 这个爆炸是没有发生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葡萄变成什么样了 就是被烫熟烫软了 然后这个盘子里面还有好多葡萄汁 好吧 那就是说葡萄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 是不会爆炸的 网上的说法是 如果我们把葡萄直接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 它反正爆炸的几率是很小 但是如果我们对葡萄动一点手脚的话 这个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把一颗葡萄切成两半 但是还要连着一点点的皮 就这样直接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 好吧 这一次我已经严格按照网上的教程去做了 成败就再次一举了 话说我到底是希望成还是败呢 有点遗憾又有点幸运 我完全按照网上的方法来做还是没有发生爆炸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葡萄拿出来看一下 太烫了 有一个重大发现 看到没有 两个葡萄连接处竟然已经烧焦了 其他地方都没有黑 就是他们皮连接的地方已经黑掉了 这样能不能看得更仔细一点 就是这个连接处 你看完全烧焦了 好吧 虽然我这一次并没有发生爆炸 但是这绝对不代表把微波炉放进葡萄里面是安全的 这可都烧焦了 好吧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别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